咱们家大宝忙什么呢 哎呀 我家儿子大宝啊 他没啥事儿 整天在家里待着 没事干 哎呀 我不跟你说过吗 大宝要是没事儿 到我公司来呀 哎呀 那个光吃水果有点干吧 那个我给您倒点水去吧 哎 别别别 别别别 我不渴 倒水倒水用我那好叉啊 哎呀 不渴 不是 大宝整天瞎忙 我什么呀在村里 他不就鼓得他那个快板的吗 打什么快板啊 打快板能挣多少钱呢 到我公司来呀 我最少一个月给他个三五千呢 哎呀 哎呀 怎么了这是 哎 媳妇 不是 你这是怎么今天怎么老咳嗽啊 那个 我止咳糖浆喝多了 哎呀 人家止咳糖浆喝多 啊 止咳糖浆不是止咳的吗 哎呀 对呀 是是 怎么了这是 咋回事啊 我不知道啊 哎 牛叔 这么着急找我有事吗 真是有事啊 你说你说 哎呀 那对我来说那就是大事啊 对你来说那就是小事 哎 牛叔咱什么关系啊 啊 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 在这地面上没有我办不了的事 那是是 哎呦 喂 那叫什么事 什么事 我都不是说了啊 说 他不是想想求您的事吗 啊 哎 叫二大爷 二大爷 哎呦 这还一人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这 这近来光给你打招呼了 我这谁啊 哎呀 你看 他呢 就是我家儿子大宝 啊 哎 新楚那个对象啊 哎 哎 对象长得别提多漂亮啊 啊 就是他姐姐 你看 看他就看他姐姐了 哦 我明白了 大宝他小舅子 对 小舅子 哎呦 这 这孩子骨骼清奇 哎 哎呦 咋样 这根本模糊似的 挺好 挺好 不对啊 地表人才 那我们俩是平辈啊 他应该管我叫二姐夫 怎么叫我二大爷啊 哎呀 这不求你办事嘛 不是 这不是因为你有钱嘛 不是 这不因为他们还没成了 你们得各领各的 今后你还是他的领导嘛 所以你就是二大爷 哦 再叫一遍 二大爷 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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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行行行 哎呀 这孩子太可爱了 咋呀 你过来吧牛叔 啊 你到底什么事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呀 这我家儿子大宝他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对象嘛 啊 可人家有个条件 哦 早说呀 这我就明白了 农村结婚呢 彩礼 哎呀 没问题啊 牛叔 我钱顺风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钱 哎呀 不是 不是 你还不信 我的实力 啊 哎 就我们家这房子 这首付 都不用我告诉你 谁付的 哎呀 这没问题 真是有钱啊 小事 这我知道 但人家女方的家里也有钱 人家 不单不要彩礼 还给我家陪送一辆小轿车呢 呦呦呦 哦 人家不要彩礼 还送了你们家一辆小轿车 对啊 哎呦 你看看人家 你再看看你们家 滚 哎 什么意思 可是人家只有一个条件 哦 什么条件 就是把这孩子啊 得安排到城里工作 这婚姻成与否 就看你这二大爷子了 没问题啊 没问题 没有我办不了的事啊 你帮我干什么 闹趴出去啊 你帮我干什么 这怎么了这是 没事 教我教我 哎呀